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翔 還記得之前曾傳出 蘋果將發表 iPhone SE 的下一代 並可能會變稱做 iPhone SE 2 其他還有可能採用瀏海造型的螢幕 不過蘋果在本週三發表的第二代 iPhone SE 除了直接沿用 iPhone SE 的名稱之外 並沒有搭載 Face ID 的技術 整體來說 你完全可以把它當作是 iPhone 8 的升級版 那麼究竟這款新一代的 iPhone SE 跟初代的 iPhone SE 以及 iPhone 8 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們趕緊來看看吧!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 還沒有訂閱頻道的朋友們 別忘了訂閱關注一下 以及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能及時收到最新的資訊喔! 在新一代的 iPhone SE 外型上 可以發現外觀跟 iPhone 8 一模一樣 這也表示第二代 iPhone SE 相較於上一代 在尺寸上會大上許多 當然如果你是喜歡超小手機的朋友 那麼一定會對它感到相當失望 不過這也呈現出這種小手機已經沒落了 就讓我們在歷史上繼續緬懷它吧 而也是時候考慮換個大一點的手機 那麼新一代的 iPhone SE 同樣在背面搭載上一顆主鏡頭 只不過以現在手機市場來看 如果再多一顆超廣角鏡頭就好了 再來其實背面的設計也有些微的改變 也就是那顆蘋果 Logo 往下移動擺在機身中間 這算是跟 iPhone 8 最大的不同 當然如果是跟 iPhone SE 比較的話 背面外觀就有極大的差距 而這次新的 iPhone SE 所推出的顏色僅有三種 包含黑色、白色以及紅色 接著看到一些基本的設計資訊 新的 iPhone SE 則是完全向 iPhone 8 來看齊 這相較於上一代的尺寸大了許多 重量也重了一些 不過好處是加入了 IP67 防塵防水 能夠為生活使用中提供一些防護 至於感應器這部份 三款都採用上實體的指紋辨識器 但新的 iPhone SE 更新為第二代 預計辨識效果會更好一些 不過它不像 iPhone 8 具備 3D Touch 感應層 無法感受到壓力的程度來觸發震動 而是以觸覺回饋觸控來做取代 透過手指停留在 APP 等介面一段時間後 來觸發震動回饋並顯示一些紫畫面 這就是以上兩者較為不同的地方 接著看到螢幕顯示 新的 iPhone SE 相較於上一代尺寸更大 採用上 HD Plus 解析度的 4.7 吋 IPS 面板 而比例則維持在傳統的 16 比 9 至於顯示技術上 跟上一代相比無論是亮度、對比、色域 都有相當明顯的提升 另外也可以支援杜比世界跟 HDR10 的高動態影片 整體來說跟 iPhone 8 的規格一模一樣 而主相機方面跟上一代相比 採用更大的光圈 以及加入 OIS 光學防震的技術 這都表示夜間成像將會提升許多 加上還採用上新的影像處理引擎 再來 HDR 效果以及成像噪點處理 甚至在色彩的還原度上 相比其他兩款預計都會好上許多 那麼在應用上 新的 iPhone SE 藉由 S3 Bionic 的影像處理引擎 使得它雖然只有一顆單鏡頭 但還是能像 iPhone XR 一樣 能夠針對人物套用人像模式 來製造出像是單眼的背景模糊效果 同時謹慎的深淺也可以自行來調整 另外也提供了六種人像光線 這個部分相比其他兩款可玩性更高 同時這也是晶態攝影中最大的差異處 至於動態錄影方面 新的 iPhone SE 也有相當多的提升 像是支援 60fps 的 4K 錄影 還有帶來畫質更好的 240fps 慢動作 除此之外影片的防震技術 相較於其他兩款都更好 且還可以支援到 4K 解析度 同時帶來具備延伸動態範圍的技術 也就是能夠讓影片的明暗部細節給還原出來 有效改善逆光場景下背景過曝、主體太陽的問題 另外也加入了立體聲錄音的功能 再來看到前相機 新一代的 iPhone SE 提升到 700 萬畫素、2.2 光圈 且因為處理器的關係 使得前相機也具備人像模式以及人像光線的功能 當然在人物邊緣的處理上 預計不比 iPhone X 等具備 Face ID 模組的效果好 但能夠有這項功能 的確是補足之前 iPhone 8 的缺憾 另外在前鏡頭錄影方面 則是支援電影集的視訊穩定功能 有助於畫面更加的平穩 接著說到音訊配置 這次新的 iPhone SE 也跟上 iPhone 8 採用上立體聲雙喇叭 這比起初代的 iPhone SE 能夠帶來更具立體感的聽覺體驗 而這也有助於音量上更加的大聲 不過可惜的是耳機孔也跟著被移除 最後看到硬體的部分 新的 iPhone SE 採用上 iOS 13 系統 並搭載跟 iPhone 11 系列同樣的 S3 Bionic 處理器 那麼在效能方面絕對是非常的頂尖 這比起其他兩款都會有不少的提升 如果你著重在遊戲體驗的話 那麼這款處理器是目前的首選 接著看到其他硬體規格 這次新的 iPhone SE 把記憶體提升到 3GB 這跟 iPhone XR 的記憶體大小是一樣的 預計以 iOS 系統來說 目前還是相當夠用 也比較不用擔心閃退的問題發生 另外以儲存空間來看 比起前一代還多出 256GB 容量的版本 至於電池方面則跟 iPhone 8 一樣大 並支援 18W 的有線快充 也同樣可以進行無線充電 不過雖然電池比起上一代要來得大 但依照官方給的數據來看 新的 iPhone SE 在網頁跟音樂的續航 反而是少於初代的 iPhone SE 這個部分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續航表現預計需要一天一充 再來其他規格就簡單的帶過 新的 iPhone SE 在 Wi-Fi 連結 除了支援 MIMO 技術 還支援 Wi-Fi 6 技術 可以支援到更快的無線網路速度 另外藍牙也支援到 5.0 版本 而在通訊規格中 新款的 iPhone SE 則加入了 4G 加 4G 的雙卡雙待 採用的是實體 SIM 卡 配合上虛擬的 eSIM 卡 至於 4G 速度上也提升許多 除了速度快上不少 還支援 5C2 的窄部巨殼 這能夠讓網路的連線品質更快更穩定 目前新款的 iPhone SE 售價已經公布 從 64G、 128GB 到 256GB 分別為台幣 14,500 元、 16,500 元以及 20000 元 那麼你究竟該不該從 iPhone SE 或是 iPhone 8 升級到最新的 iPhone SE 呢? 假設你是 iPhone SE 的用戶 如果你能夠習慣新款 iPhone SE 的大小 那麼新款的 iPhone SE 很值得升級 但如果你是 iPhone 8 的使用者 我認為升級的必要性比較不大 除非你很想要相機的人像模式 而這應該是整體中提升最有感的 至於效能方面除非你有在玩 3D 大型遊戲 否則你會覺得比較沒有什麼樣的差別 當然如果你是在新款的 iPhone SE 跟 iPhone 8 做選擇 當然就推薦你挑選新款的 iPhone SE 畢竟兩者的價差不大 而規格又提升得非常多 那麼以上的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你們看完影片介紹後 你會考慮購買新款的 iPhone SE 嗎? 趕緊在右下方投個票吧! 還有別忘了在影片底下 分享你選擇的原因唷!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IG 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